男團OZONE6位團員齊聚在街上擺出POSE 幸好這是本刊敲定的專訪行程 要不然如果被粉絲發現 只怕向頭向尾都會擠滿人 這次專訪不只聊聊出道後的心情 更是要來開箱團員們隨身的小秘密 我的是這個 打開換句的包包除了表演必備的飾品 念舊了他連國中戴到現在的眼鏡都捨不得換 而包包裡最多的竟然是這個 藥油很多 因為我自己身體比較虛弱 同樣有復古情懷的是林嘉誠 從他的包包裡掏出的這台可不是現在常見的遊戲機 算是一種復古的情懷 因為小時候就會帶來那個NDS 然後我們家有很多兄弟就跟他們一起玩 而隊長組安的包包倒是異常簡潔 除了工作用的視頻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東西 粉絲送的鑰匙圈跟家人球的平安符 反而是其中少數的私人物品 平安符 就是家人給我的 然後 因為我的粉絲名也是平安符 然後我就覺得蠻有意義的 所以我就一直戴在身上 雖然東西不多 但粉絲的心意可是沒漏掉 同樣充粉的還有文婷 雖然不知道為何會帶任氣遙控器出門 不過包包的重點是粉絲送的專屬紅包袋 紅包袋 欸是我喔 你看 這也是粉絲花的東西 對啊 想必今年過年 應該很多人都有收到文婷專屬紅包 但特別的應該還是紫祥的包包 這一打開可是滿滿的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你學到多了嗎 我就很容易餓了 餅乾就佔了包包八成容量 對於怕餓的紫祥來說 沒有什麼事情比肚子餓更可怕 我一定要噴香水 就是香香的 第一個就是自己舒服 討厭開心 表演各種事情 最後是摺顏的包包 對他來說 香水跟飾品一樣都是必備品 因為香香的味道讓大家聞的都開心 在細節上可以說是相當稀稀 我們是滿滿Peace的提出各自的意見 不會到吵架 就是領先的工作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對表演的一個想法 然後我們都會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為團體跟表演 所以都會 就是哪邊覺得怪怪的都想得出來 從比賽到出道 6個人成為命運共同體 有沒有吵過架 隊長祖安出來說了公道話 而對於即將登上北流的歐龍來說 除了期待能表演給支持的粉絲看之外 更希望到場的粉絲們要注意安全 不要因為追星而受傷